在晚上大概8時30分左右 海關人員在富昌村對開路邊 截查一部可疑的客貨車 並在客貨車上檢獲一批懷疑試煙 在整個行動裡面 海關共檢獲一萬二千支懷疑試煙 市值約四萬元 電貨稅值約二萬三千元 並拘捕了一名男子